金马六十带你来关心了颁奖典礼将在11月25号登场 在今天金马执委会也公布本届新光大道 将会由第14次担任红台主持人的杨千佩 搭档曾经入围金马最佳新演员的曹又宁共同主持 而另外今年的金马入围酒宴的菜色也曝光了 将会由知名的酒店主厨来操刀 南部排队名店的沙龟鱼头也会在菜单上面 就是要让入围者大饱口福 一人春风一起就是联合联名的商品 一人春风 对 真的哦 真的啊 他这里写的 拿起主持棒介绍金马六十入围豪地 新科新外大道主持人曹又妮 一上台就不小心吐锤 来来来我们来一个综艺梗 我们跳一下刀没发生 一二三 好等一下就剪掉了 好在由学姐杨千佩及救援化解尴尬 金马六十颁奖典礼将在下个月25号登场 2号宣布新外大道哄谈主持人 由十四度主持的红檀女王杨千佩 搭配首度主持的曹又宁 还有件事给你机会教一下 如果念错你就当作没发生 就再念一遍 这样就好了 有没有学得了今天第三招 第一次接下重担实在太紧张 两人把握机会在台上培养默契 杨千佩更时不时来个机会教育 而曹又宁也坦言挑战真的不小 我会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 是一个挑战 相对来讲一定是放心的 因为在金马五十一的时候就有见过千佩及 九年前 我觉得小曹就是他很容易被点 然后我跟他可以散发出一种很有趣的一个节奏 那我觉得每一次跟他们的这个过程是最开心的 就是说就自己也会很有成就高 大方言语肯定 而今年金马六十入围酒会菜色也曝光 南部知名排队名店 砂锅鱼头 米糕通通入菜 还与台北知名酒店主厨合作推出众多特色料理 又丰富盛宴款待入围者 要让大家无论得奖与否都能品尝到底美食 接台北综合报道